很多朋友非常关心我的第二春 那我确实是有结婚的打算 但是因为我自己的期 公司已经帮我排到2016年了 那如果说就算是我量得出时间的话 可能是 有可能是 结婚前一天还在做演出 然后结婚 结婚休息一天又去工作的那种 然后还有我另外一半 因为我另外一半是一个品牌的亚洲区的最高领导人 他在12月之前 还有上家店要开包含台湾的 所以就是说他的时间也非常难配合 所以我想我是尽量希望能够在201 香港很多很多的一些 讲法说我圣诞节会结婚啊怎么样 圣诞节绝对不可能 你知道圣诞节要结婚 我要赔多少钱吗 那个我非得要帮公司把钱赚回来吗 那24 25当然不可能 那我希望在2016年之前能够完成这个事 那最起码现在我的棋比较好凉 但是我另外一半的棋我需要跟他好好的配合一下 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棋 有的话我会直接向大家公布这个事情 所以他求婚的意思 求啦已经求啦 下了定金啦 OK这张专辑哦 MV都找好朋友来帮拍嘛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以帅系度什么各方面 因为老实说吸收了那个那谁 那个广东歌的那个经验 因为我当时请的那个香港非常有名的舞台剧演员 梁鼠窑他演得非常的好 很多人是因为他演得好才去点击看的 当然这个歌是一个很好的歌 但是如果说我告诉你这个歌如果是我拍的话 我想不可能有800万的点击率 少一个零吧 所以我想从这个想法开始 我就想可能苏永康往后的歌曲都 都找一些好的朋友来帮忙来拍 所以这一次请到的都是影后影帝 黑人还有小七哥他们的帮忙 他们一通电话就就打赢了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他们 我觉得在这个圈子29年赚到的不是名利 是有情 所以不用给他们酬劳 我都有送他们东西的 对 他们也没有要求 他们没有要求 因为其实我觉得演员圈本来就是有来有往的 比方说 君如他一通电话找我来 金姬来帮我 客串一场戏 我说好 来明天我就来 然后杜文泽一个电话来 我就去了 那无所谓 我觉得演员圈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 才可以团结起来的 感觉演员